這個問友邦的1299 他只是問友邦想點 現在跌1% 其實那個圖表告訴你 他們正在走彈場 是 想點只是你想點而已 你還是抱著一個心態 友邦以往幾次跌勢都沒有問題 但是在聖誕前後通關 那所以呢 所以都利好他銷售內地人士 我覺得就是 這一刻你買股票 一定要很有感覺 你覺得通關是一個利好因素 好奇你可以去買 但是 那你怎樣做成利好 你告訴我 純粹你的感覺就是告訴我 因為通關所以我要去買友邦的話 那我建議你 當你沒有一個很確認的感覺的時候 你不會去買股票 如果你跟我說通關 現在那個人在傳 可能初步每天有千多名 那千多名有多少人會下來真的買保險呢 那你覺得如果每天一千人下來 都是買友邦那些相關產品的時候 那它當然是能夠造成一個利好因素 那最後通關完 真的沒什麼人下來買保險 那就見光死 那就再對下去了 那所以我覺得你如果這一刻 你真的覺得通關 可以刺激到友邦的話 我會有個很深的問號在這裡 我會問你為什麼這樣去想 那你如果說 你覺得真的很多 我會說你買保險的 你去搏一下 你不要跟我 你試試跟我對著說 我看淡有邦的 就是我覺得之前有些時候 上年10月中 我對那些市值不太負面了 覺得那些市值得二、三、六、八、一還看到底售 有80多元有邦的 82元的位置 我都是一樣建議止洩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然我說那些位置建議止洩是夾過 但是夾得多少呢 上到五六元左右 五十天線 你看圖就擺明是一個下跌 就要打破這個浪低於浪的格局有的 這些位置止洩 老實說 我說這些位置80元止洩就有望了 總有機會大 可能夾到上去83、84、85元左右 預算了不出奇 但問題還是那些位置 所以你拿著可以考慮就是用回 今天低位就是79元 79元做止洩 看看有沒有機會彈到85元這些位置減撤 我的建議就是這樣 如果你直接覺得它是up trend 你覺得還是沒事的時候 祝你好運 希望你不會出現的狀況 就是到時候整個單槍出現的時候 說九十多元拿著有邦 或者一百元拿著有邦 接著你就是深信 因為內地的業務可以不斷地擴展出去 買股票就是這樣的 你本身有個深信在搏的 有邦的好友就是駁得他的內地業務 不斷地擴張著 種越來越多的據點去做 但問題是 現在市場在怕什麼 怕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怕有邦的這句點上 都是拖戰速度會放緩 其實第三個業績上 我看不到任何理好因素 他連整體內地新業務價值 不要說的實際數字 是不是雙位數都不敢說出來 他在告訴你內地最優秀的銷售團隊 有什麼新業務價值增長 很差的那些 不用理 所以我很不敗右磅 特別是第三季的業績出來之後 對他的仇視是更加之大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是右磅一個比較淡的人士 如果你問我做什麼 本來是在走下距離的 你不敢去面對 但這個距離能否結束 就不是完全沒有轉機 升穿了85-87元在這些位置才算 好